有些記者想做一些訪問 或者可以出來 在這個訪問 在這裡 我們的回應很簡單 就是表示幾多分 亦都對於特區政府檢控的選擇性 選擇性檢控的和平的示威運動 在這方面 所以就是我們表示不滿 但我們就是絕對不會對他 是不會因為他們這個選擇性的檢控 是否會以後 其實你覺得是一種選擇性的檢控 其實你覺得是否應該很黑仔 我們當然表現是極度黑仔 我們再重新一次 我們所有人民力量當日的遊行隊 仍然留在原本七一當日的遊行路線上 而其實我們離開了 這個花仔收盾球場 我們集合結後 再去花仔收盾球場出發 警方容許我們出發 但是他們不容許我們 繼續遊行到終點 也就是政府独步 然後把我們困在金鐘島 中國人最開業 而我們也沒有進行任何暴力的行動 反而其實我們是非常安靜和平地的一個狀況 直到警方 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之下 用這個暴力 包括這個火車噴火 而我們也沒有反抗 最後我們在沒有反抗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否認用一些非常之 我們覺得不人道 或者是粗暴的步驟 或者是虛暴 所以我看不到這個 我們是有任何的步驟 我們是表示極度的不悶 我們也對整個政府的選擇性 以及政治檢控和平示威的運動 特別是我們有兩位民選立法會議員 和一位民選立法會議員 是表示極度的憤怒 我們絕對 日文立法會議員 絕對不會害怕這些政治打壓 我們會繼續 因為他們很明顯的目的就是 在區議會選舉之後才進行檢控 希望民意降溫 也希望透過這個政治檢控 尤其是檢控我們頭面的人民 包括兩位民選立法會議員 希望嚇怕其他有限的市民以後 但日文的兩個支持者 亦多我們會相信 香港很多市民主的市民 會繼續本對派出來 使為有限 你會有甚麼行動 你覺得行動有很多 首先今天只不過是一個簡單的程序 我們怎樣繼續做一步 去處理這個險控 我們會有相途 但我們當然不會認罪 因為我們根本不覺得 我們自己有犯法的事情 到最後 譬如在上課程之後 在法程之後 會有甚麼表現 我們會內部討論 但絕對我們會有任何犯法 當然我們會有法律的顧問 當然我們會有法律的顧問 這個一定會有 但在現階段當然也會給予一些補償 我們看看實際上的控罪是甚麼 我們都要警察 我們不受委成員任何犯法才知道 所以到時也會再做一步 但嚴格來說 不如這樣說 人民力量的成員 是包括那四個組織的成員 而真正的人民力量 這個組織的成員 只有我們二十二位 而這十位 檢控裏面有八位在執位 人民力量的執位有八位 另外兩位都是我們旗下的組織 一百三個組織裡面 如果你問他們 我起碼相信超過一百個組織 是他們會認得自己的 對於我們而言 這個就沒有聯絡 雖然如果正式以 人力量的成員都二十二位 但其中八位已經為今天被落差 是我們會認爲香港政府 特別是經過區議會選舉之後 他們可能見到保安黨 或者建制派的大勝 可以覺得民情 是可以令他們進行正式檢控 所以這就是我感覺到 新一年他們即刻進行 不單止對於我們來支撐 另外一些其他社運人士 都有檢控 也有新的歌犯 就是他們覺得這樣做 是不會有對民情有任何事件 所以我們這條件事的困難都覺得 其實他們這樣做 只是會驚起這麼大的民怨 所以我們警告有些政府 千萬不要用這些民怨情的手段打樓 其實香港好像這樣做 或是一個方便 絕對是覺得沒有他 尤其是你會見到 甚至以前一路爭取民主的民主牌 包括這個民主黨的何俊仁 和這個民力的蒙檢基 都參與一個小圈子選舉 還很認真地參與小圈子選舉 這個感覺到爭取民主的力量 是我們如熟悉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都值得憂慮的方向 但是要這樣做 很多人就問 初選會有甚麼 星期日是泛民初選 我們絕對會有行動 星期六他們進行公開辯論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行動 至於詳細的行動 具體的行動 我們今晚會有這個執委會 我們呼籲很多人去投票 支持馮檢基 全都給馮檢基 那些 或者問 很多人都說 現在香港的警察有大無法 不知道你們是怎樣 共產黨幕後 大哥 全都是共產黨說 現在香港是你們的人 都在睡著 在做夢都未知 還有你們只有唐生唐人 那些電視台死光 我去做夢都不夠 你們全部聽到了 我給你聽到了 你幾個時段 你幾個時段 你幾個時段